这位夫妇洗个脚,看完电影顺一脚 今年先为大家讲述一部 80岁老爷爷组团抢银行 连人质都被感动 主动帮他们骗之安的电影 三个老枪手 80多岁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王叔生活比较拮据 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收到养老金了 他有一个离过婚的女儿 还有一个外孙女 因为女儿收入微薄 所以女儿只能带着外孙女投靠王叔 这天他像往常一样来银行 领取每月的养老金 还没想到却被桂园告知 他的养老金取消了 而在桂园之前 一用王叔用房子抵押的贷款 也在一夜之间翻了倍 现在没了养老金 贷款又翻了倍 接下来该如何生活 气氛的王叔就跟桂园理论 正巧这时有三个劫匪来银行抢劫 他们让在场的所有人四脚朝天 躺在地上 并让桂园往箱子里装钱 王叔因为年劳体力不支 劫匪照顾王叔让他放下手脚 并说道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责任 王叔被劫匪的这一行为震慑到了 事后 王叔将看到劫匪脖子上的纹身 这一重要信息告诉了知安 可知安并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 所以劫匪也没有抓到 几天后 王叔回到家 在邮箱里看到了银行的船票 他因为还不了贷款 房子马上就要被收购 祖孙三代也即将露宿街头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不仅如此王叔和两个老伙计 黑爷和老乔之前一起工作过的工厂 也取消了养老金的发放 没有经济来源的三个老家伙 生活该如何继续 黑爷的肾脏已经坏掉 必须马上接受肾移植 可是因为他年事已老 社会地位又低 就算有合适的肾 也得排到后面去了 唯一的希望就是从交际圈里寻找肾源 但黑爷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身边的人 他有一个在国外的女儿和孙女 因为没钱他一年才能够见孙女一面 三个人中最好过的可能就是老乔了 老乔虽然没有养老金 但他有一个吹萨克斯的手艺 每天靠教一些小学生收取学费养活自己 而且他还有一个超市老阿姨粉丝 每天黏着他 让他的感情世界迎来了第二春 在黑爷生日这天 王叔告诉了大家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想要去抢银行 因为银行没收了他的养老金不说 还马上要收购他的房子 而且反正都是土埋半截的人 还有什么好害怕的 可是老伙计们觉得他这样做太冒险了 根本不同意 回到家的黑爷想着自己的孙女 想着自己未实现的梦 他决定放手一搏 答应王叔的提议 并且他们两人打电话给老乔 将他拉下水 老乔没有办法只能同意 之后他们认为 应该先抢个小超市练练手 王叔让老乔在外面车上把守 他和黑爷则趁机来到超市拿一些零食 看这三个老伙计的手法 要是偷窃能成功才怪呢 他们很快被超市沾发现 而另一边的老乔因为怕热 竟早已偷偷溜进了超市 等黑爷和王叔拿完东西准备出去的时候 发现老乔根本没在外面 王叔灵机一动 只好骑走了路边的一辆三轮车 带着黑爷风风火火的从超市逃走 但最后他们还是被超市治安抓住 送进了所里 治安念三人年事已高 送了他们几张超市优惠券 放走了他们 老乔觉得偷个超市都被抓 还怎么抢银行 这时王叔想到了女儿的前夫阿伟 阿伟整天游手好闲 跟会儿们打交道 所以他向阿伟打听黑道的人 跟对方合作 叫他们如何抢劫 事后王叔拿出25%给黑老大 黑老大劝王叔要考虑好 因为抢劫可不是在公园 打打牌玩玩的事 王叔坚定的告诉黑老大 已经想好了 他大致算了一下 这么多年银行没有发放 给他们的养老金120万 所以他们打算从银行抢这么多钱 在黑老大的指引下 三个老伙伴马上进入了训练 他们一边训练体能 一边训练抢劫技巧 在熟悉各项技能以后 黑老大又在他们熟悉银行的工作流程 但一切准备就绪后 他们的计划便开始了 他们现在游乐场制造 抢银行不在场的证据 然后三人戴上面具 来到银行实行抢劫 中途黑爷看到了一个小女孩 跟自己的孙女年龄相仿 便忍不住上前靠近 交谈之际黑爷的病犯了 他忍不住疼痛倒在了地上 这让小女孩看到了 黑爷手上戴着的特殊手表 不过三人也很顺利 在治安赶到前 抢走了230万美刀 之后三个老伙伴 来到餐厅享受了一顿 可在回家的路上 黑爷病倒在了路上 王叔和老乔将黑爷 送进了医院才知道 他肾脏坏了 与此同时 治安也根据线索 插到三个老伙伴的头上 三个老伙伴有不在场的证据 都异口同声的说出了 案发时当时自己在游乐场 并且也有很多人为他们作证 可他们却忘了 在银行的那个小女孩 治安找了小女孩现场指证 小女孩根据特殊手表 立刻认出了年迈的黑爷 但是他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并没有指认黑爷 王叔他们如释壮负 都非常的开心 他拿着25%的资金 给了黑老大 才发现 原来黑老大就是刚开始抢劫银行的老大 最后王叔将一大部分钱 分给了他养老院的老朋友们 而老乔也将自己的一个肾 捐给了黑爷 手术非常成功 王叔的房子也没有被银行没收 老乔最后跟超市阿姨也步入了婚姻 这只是一部老不正经的温暖童话 虽不真实 但很美好 希望等我们老了以后 除了晒着太阳数着日子外 还能做一些我们喜欢的事情 好了 今天的电影咱们就先讲到这 看一部电影评论人生 我是撩影仙峰 有喜欢我的 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关注哦